邻居意外拍下了这张照片 竟然变成最后身影 在大雨中撑着伞一起往前走的两人 就是罹难的地瓜农夫妻 也看到当时溪水暴涨 水深已经挤摇 夫妻朗的儿女家属们抵达殡仪馆 女儿从中立赶回家见父母最后一面 也在个人社群写下 一夜之间我没有爸爸妈妈了 地形一家人也住附近后来才得知二号 四号新北市金山区潭子内 单日雨量破五百毫米 根据女儿说法 夫妻朗外出吃饭时当下没有风雨 结果回家就淹大水 疑似妻子没站稳滑岛 丈夫伸手要救援也一起跌倒 两人被吸水冲到五十公尺外的这片松树园 卡在大树旁边 被发现时已经身亡 因为清水溪溃体 吸水全冲进来到现在都还在淹水 儿女都在外打拼 夫妻俩相依为命 偏偏遇上即2017年溜热水灾以来 更严重的灾情 丈夫的哥哥在安乐区当里长 他说没有要怪谁 但或许很多事都可以预防 政府他们也没有做一个疏散的动作 因为在核体旁边 你第一点你就是要提高的资能 就要平常这些人也没有你训练 无形洪水带走两条人命 造成家庭破碎 夫妻俩牵着手一味前行的这张照片 成了跟家人的诀别 提别新闻流行快 吴云亚新北报导 穿着雨衣 夫妻俩想出门吃饭 吃饱饱准备回家 家在眼前却越走越艰辛 下午突然下起大雨 溪水暴涨往马路上淹 这时男子撑着伞 赶快回家 不是休息 而是拿了两根长木棍 又立马折返 走下淹水处 想接爱妻回家 夫妻俩不幸罹难 正当家属面临丧情之痛 却又不断遭质疑 雨这么大还出门 女儿亲自出面为父母还清白 他们是没有雨的时候出去吃饭的 他们哪知道说回来会 会这样子突然间淹那么大 对啊 所以他们不是故意说 雨那么大还跑出门 就是回不了家 所以爸爸心系妈妈 所以才回家拿拐杖 想说让他慢慢走回家 这一走 两人却再也没回家 淹水程度根本都快灭顶 走一步都是困难 后来爸爸再出来再过去 已经到人的胸口了 那真的很可怕 所以一定要有拐杖 一度讲到哽咽 就是因为早上雨势没这么大 才出门 却万万没想到会突然 下起暴雨 连骑车都过不去 星期拍下来夫妻俩 最后身影隔了一晚 雨消退 才终于在距离住家 50公尺外的松树园 找到人 被发现时 两人相隔仅仅20公尺 但其实两年前 是否才改善 金山坛子内的溪沟 重新堆叠护岸 就是要避免淹水 这回雨势实在太大 不到几分钟 马路便河流 夫妻俩一辈子务能 种地瓜养家 如今儿女成家立业 原本已经开始过 退休生活 却因为涉水回家 只差短短几公尺 却再也回不了家 一篇新闻 刘欣慧全人怀疑 顺分新北采访报道 河滚泥流不断往下冲刷 还夹带许多花盆 及树枝土石 让一旁民众全都看傻眼 原本汽车行驶的大马路 现在却汪洋一片 变成橡皮艇行驶在上头 新北金山四号一整天降下大雨 不只多出淹水造成灾情 也影响到当地医院 当时就有台大总院医师 和护理师要到金山分院交班 却卡在大棚国小前 而国小到大棚派出所 比较地窝出现淹水灾情 医护人员受控好几个小时 听到消息的院长 随即通报警消 协调出动橡皮艇救援 我已经有事先跟他说明说 如果他知道 给你出山河避难的话 就请他来到 离我们近一点的地方 所以他在领寮那边的超商 他是自己走路过的 当时台大总院的医师 就把车停在超商外头 在徒步走到大棚国小 改搭橡皮艇 差不多350公尺距离 再由院房接驳到医院 医护同仁跟其他的人员 基本上很多都是从外地去 那边服务民众的 所以交通受阻之后 他们就不容易回去 那也显示说 我们那地方是一个医疗 比较不足的地方 部分医护人员眼看积水不退 一度要待在医院过夜五号才回家 幸好在接近四号晚间十一点 沿见水终于比较退了 才好不容易离开医院 而院内也有许多看完病的病患 被淹水困住 最后在院方的照顾下 顺利度过漫长夜晚 TV的新闻 北海岸遭暴雨袍队 新北采访报导 北海岸遭暴雨袭击淹水后 总统回家乡金山万里 送上关心 赶灾行程瞬间成了签名会 总统一边询问灾情 一边和摊商合照签名 但一旁看灾的 还有新北市长侯友宜 接连两个行程 侯友宜一路相陪 两人丝毫没有去年选举时的烟消位 像是侯友宜在报告 总统仔细听 而总统离去 侯友宜也亲自送上车 两人致辞 更是彼此感谢 我要非常感谢侯友宜市长 跟他的团队 还有在地的里长 商圈的里市长 蔡市长的会长 大家很快的 一天多的时间 就恢复正常的生活 那总统来看老街的过程当中 在循寻老街的这些商店 所受的伤害 基本上大部分 因为淹水到了将近胸部 所以以我们受灾户的方式来理解 大概他们所损害的都是商品 还有家电问题 但总统此当关注的 还有这件事情 明年的预算 是我跟左荣泰院长编列的 多增加159亿元 也就是说明年的年度治水预算 高达551亿元 今天不分党派的委员都在场 我们希望预算能够尽速审议 我们都很期待 朝委之间大家共同面对所有的问题 那中央跟地方是一定同行其立 欧友宜的正面回应 想必总统很期待 TVB的新闻 吴奎原花正生成员艇 李中哲 欣佩采访报道